欢迎来到新闻烽火台 港媒报道习近平从周二开始考察上海 释放坚持改革开放的信息 不过呢刚刚结束的政治局会议 并未公布三中全会的日期 被外界解读为经济问题找不到解药 那今天呢我们会请恒河先生来解读 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呢 先跟大家推荐一个网站 就是其实现在是在假日期间 很多人都会购买很多的礼品给亲朋好友 那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返利网站 Rakuten就是返回这些points Rakuten的这个现金回馈项目有很多 比如说你订机票住宿 你去booking.com agoda expedia 去Macy这样的百货公司 然后去Nike Uniqlo这样的鞋子 衣服品牌还有Amazon等等 你那些在这些平台上的购物都可以在 Rakuten这个平台上去买 然后你会拿到现金回馈 那么Rakuten这个网站常年都有购买返利 一般是2%到10% 节假日期间返利会更高一点 高达12%以上 那这有点像信用卡的现金或点数回馈 而且呢他这个Rakuten网站的返利是可以跟信用卡一起用的 所以现在正在节假日期间感兴趣的朋友推荐您赶快去注册 您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来注册Rakuten 好那回到今天话题我们请恒河先生来解读 恒河先生在线上了 恒河先生您好 方菲好大家好 好谢谢 我们请您来解读一下这次习近平去上海 另外就是三中全会是不是会推迟甚至推照明年 先谈一下习近平访问上海 这被一些媒体解读为说他将重申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不动摇 提振公众对于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的信心 但是我们知道改革在过去的几年习近平的很多作为都被外界解读为 是跟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渐行渐远 而且是很明确的要跟他割裂的 包括他的很多左转的政治上的左转的信号 那么甚至年初三月份的时候 华尔街日报就有一篇文章说 这个习近平要跟改革开放说再见 但是现在他去上海又要释放改革开放的信号 这个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我想请您先解读一下 一个您对他访问上海的目的怎么看 另外一个您对外界这样一个和改革开放所关联 这样一个解读怎么看 首先访问上海 我们看一下这个背景 这个背景实际上是在对外已经显示出 对内对外已经显示出 他要稍微要搜一搜前一段时间和改革开放割裂的这种做法了 就是说又回到改革开放 多少有一点这个意思 比如说到这个APEC在美国参加APEC会议期间 会见美国的商界代表的时候 就非常明显的释放出这个信号 另外呢国内呢是连续释放就是要支持这个 私营企业发展的这种最近还前两天还推出一个25条 就是说这个信号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表示就是他要改革开放了 那么然后呢到上海 到上海呢这个就有一点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迹象 为什么呢因为从经济来说的话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 而且呢从传统上来说呢 它又是最对外开放的 就是因为这个清末的时候签订了很多所谓不平等条约嘛 其中开放五个口岸 其实上海呢是五个口岸当中发展的最好的一个 当然跟地理条件啊跟它的租界啊这些有直接关系 不管怎么说啊 那么到了现代改革开放呢 其实重点应该是广东 但是呢很显然习近平不想再走一条像邓小平那样的路 就是说他不愿意从踩邓小平的脚印 所以呢他不会去到广东推他的 你要到广东的话就是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 但是如果在上海的话呢 他就认为这是一个高水平的改革开放 所以呢这是一个区别 那不管是不是区别的话 所以有人解读他 似乎在效仿邓小平的安巡 但这个问题呢我想说一下 就是刚才你谈到的这个问题 就是前一段时间是他自己在给全世界一个印象 或者是实际上是真的 就是要和改革开放说再见了 就要回到这个计划经济 回到闭关 到这个时候去了 那么现在呢他也为什么他自己亲自出马了呢 他倒是很喜欢亲自出马 就是不管这个对合不对 你比如说清零 他就一定要说是自己亲自指挥的 那现在这个也是亲自指挥的 那问题就在于在历史上 我们从来没看到过这样的事情 就是什么叫坚定的改革开放 什么叫持续推动改革开放 这个是被你自己否定掉的东西 然后你现在呢 严格的说应该叫重回改革开放 而不应该说是坚持改革开放 因为你已经放弃了 然后再坚 然后再回来 那么恰恰呢放弃是他自己放弃的 这就跟邓小平当年难寻是不一样的 邓小平难寻的时候是 是江泽民要走回头路 邓小平不让他走回头路 所以才难寻 现在问题是 他掌握了所有的资源 所有的权利 他不需要难寻 因为当时江泽民是坐在台上的人 邓小平是在 是在野的人 在坐在台下的人 虽然他实际上还有一定的权利 所以他只能用南下的方式来表达他 因为他不是这个党的总书记 他不能发指示 不能发命令 他只能用这种方式 所以说这个如果说他现在到上海去 要给外界一个改革开放的信号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可笑的事情 就是相当于自己否定自己 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自己否定自己这是一条 第二条的话呢 是他是只要下命令就可以的 他不需要对外释信号 他现在对外释放信号 是一个不掌实权的人 无可奈何自取 他也去走这一步 就很可笑了嘛 我觉得是因为他过去的这个所作所为啊 让很多人不相信他会真的改革开放 所以他可能要做些姿态啊 另外就是说在前一天的政治局会议上 发了一个什么就是长江经济 长江经济带的这样的一个文件啊 就是说我要出台这方面的政策 所以也有分析说他去上海是为了去推动这样一个长江经济带的这样一个政策 他的这个意思呢 是在想要吸引外资 吸引更多的外资 像您刚才说的他在APAC会议上去参加美国这个商界领袖的这个晚宴啊 也是想要把这些外资再吸引回来 那您觉得有这样一个用意吗 另外您觉得他这样的举动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吗 对我觉得他就是这个用意 因为我刚才讲了就是广东三角洲呢 是属于邓小平的那个势力范围 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那么他自己搞一个呢 他为什么要选长江这个经济带呢 其实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其实要在中国真正能搞起来的话 就是这块地方 因为长江这个以上海为中心 它向外扩散 它的这个工业化 它的现代化过程向外扩散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所以基础是非常扎实的 现在他找的是什么呢 上海 浙江 江苏 安徽 除了安徽在历史上稍微落后一点以外 江苏浙江都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 也是最现代化的地区 所以说要想推动的话呢 这些地方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推动 你比到其他的边远地区或者是中部地区的话 那当然要方便得多 那另外一个呢 吸引外资 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对西方开放 所以说这个呢 绝对是就是他要把这个地区呢 作为他的改革开放的一个重点来培育 但是反过来说呢 其实也证明了另外一点 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呢 是向西方开放 主要向美国开放 所以沿海呢都比较发达 所以长期以来呢 从上台以后呢 习近平推动的是一带一路 这个一带一路呢 其实是向西部最不发达的 政治上也最不稳定的地方去发展 所以我很早就说了 就那个地方的发展 是需要从东部沿海地区 对外出口赚了钱以后 再投到那个无底洞里面去的 如果你对西方的开放结束了 那么一带一路就没钱了 马上就垮掉 现在实际上他是不得不承认 他的西境的路线是错了的 只能回到改革开放 就回到沿海 实际上就是说 他想否定了邓小平的路线 他现在不得不重走 但是您觉得他这样的一个 去上海视察 就这么一个类似这样的举动 真的可以 当然就是说 他可能会配套出台一些政策 您觉得真的可以 让外资立刻又恢复信心 让正在不断往外出逃的 撤退的外资又重新回来吗 这个是做不到的 因为大家都看到了 过去几年的举动 过去几年的举动 它不仅仅是表示 你现在政策改变了 别人就相信你了 别人对过去几年的 这个经验教训 是什么呢 是即使它是再好的政策 或者是再开放的政策 他想改的话 一天就能够改回来 一天就能够把它否定掉 所以没有人感冒这个风险 他之所以自己出来的话 是因为前一段时间 中共方面已经认识到了 经济已经实在不行了 所以国务院就出台了很多 这个恢复经济的政策 但是习近平在上面继续搞一些政治挂帅的政策 所以说所有的人都知道习近平在掌持权 对于国务院出台的任何政策都不相信 这也是在国内的压力下我觉得习近平不得不出来 用他自己来做公关 因为别人已经不相信国务院总理李强 或者是什么人能够把经济搞上去 只要他不同意 所以他必须出来证明 他自己在推动这次的所谓改革的这一波 是他在推动 所以他等到他自己被迫出来去做公关的时候 其实已经太晚了 这个就特别像这个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当时是把这个光绪地 他们搞的那个戊戌变法呀 维新啊那些东西啊给否定掉了 否定掉以后 然后大势所趋 然后发现他不得不改的时候 他搞了一些甚至比光绪那个时候更激进的宪政改革 但是已经太晚了 就是说当这个大潮过去以后过来的时候 另外一个大潮过来的时候 你再想重走原来的路是走不通的 因为实际已经过去了 他现在特别像那个时候那段历史 就是说现在他已经意识到了 但是已经太晚了 我觉得至少晚了五年 现在就要想再让别人再相信 你自己出面都不行了 原来是没有办法了 他必须自己出来做公关了 但是其实现在自己出来公关还是不行 为什么 你想想看把国内的民营企业打得全都没有信心了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把全部打了没信心 你现在想叫人家起来就起来了 就恢复信心了 不可能的事情 外资也是一样的 外资 今年外资外逃的速度比往年比去年还快 从这点来看的话 就是说他最近一系列的公关 其实没有发生任何效果 是 我觉得就是他也教会了很多人 就是你要看中共的行动 而中共的行动 过去几年的这个行动 基本上是可以说让很多人深刻的领略了中共的这种政策 另外就是他这次的长江经济带这个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他现在所有的这些政策也好 还是什么也好 他其实仍然在强调党管一切 比如说他这个长江经济带政策 他这文件他就强调说 他说 他说沿长江省的这个各级党委 各市级党委 还有政府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云云 就好像说 好像就是说过去这个发展不好 是因为你党委和政府没有推动 你现在再加把劲去推动 他就可以弄好了 您觉得是这么回事吗 他不断地用这种 就是感觉他在用一种党管经济的这样的一个 就觉得说我越管你这经济就能越好 他真的是这种想法呀 我觉得特别奇怪 因为中共搞改革开放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党放弃了一部分权力 只要你党再退的话 经济就在前进 就是主要是民营经济 民营经济和外资 它就在前进 所以党退 因为这个地方 它是不能够大家共存的 这不存在一个共存的问题 就是他老说这个地球融得下中国和美国 那其他还有一百多个国家呢 所以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领域 党和这个私营经济 活力这两者是完全不兼容的 他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占领 要想让私营经济活跃 党必须退出 所以说胡耀邦那个时候 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党从各个领域退出来 陆陆续续都退出来了 所以说他 但是到习近平这个时候呢 我就发现他这个带有 毛泽东时代的这个思想非常严重 他真的认为加强党的领导 是高好和这个高好私营经济 高好国家经济是不矛盾的 他认为是不矛盾的 他而且认为这两者是 是有一个增强的关系的 只要加强了党的领导 经济就可以搞上去 他真的是这么想 所以我非常不明白 他的想法哪里来的 毛泽东其实并不是这样想的 毛泽东又为什么呢 这个搞革命经济可以让步 他并不说这两个可以同时发展 邓小平呢就是说 搞经济发展 虽然要坚持党的领导 但是总体来说 党的领导在实际上是退让的 一直到胡耀包之道怎样 都是这样执行的 后来也是这么执行的 所以说 我现在不懂 他这个念头实际上是 既不是毛泽东的 也不是邓小平的 而是他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把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他认为这真的是可能做到的 所以他一直在强调 也就是这个原因 我觉得他很难恢复别人的信心 他要是 其实他要做几件事情 很简单的事情 第一个事情就是把外资 还是仅存的外资 和中国民营企业的党组织 全部撤掉 这个都可能增加人家的信心的 所以这个最终结果很有可能 就是因为他不断地要加强党的领导 所以经济不但没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样 起死回生 甚至越发地崩溃 但是因为他坚信自己这条路是对的 所以可能一直到掉到悬崖 他都不会停 会不会是这样 对啊 所以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加速师呢 就是说他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理念 就这个理念跟我们所有人都是反的 然后有这个清晰理念 而且非常坚定地执行下去的这个决心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话 真的别人很难阻止的 是啊 就是你看他这次去上海 他要视察上交所嘛 那我们也都知道前几天 北交所的这个成交额飙升 但是当然有人说 这个飙升背后是有猫腻的 但不管怎么说吧 外界说是因为中共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是同时也有消息传来说 这个飙升的同时 北交所就要求大股东 就是持股5%以上的 要求这些大股东不要出售股票 在一个股市里 股市涨的时候 你让人家不要出售股票 你这样的一个股市以后 还有谁敢买你的股票呢 我就不知道您怎么看他这样一个举措 这就是他认为就是 无论是资本市场也好 这个金融啊 或者是普通产业啊 制造业啊等等啊 他都可以用人为控制的方式 让他朝他想要的方向发展的 他就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说 因为股市它是一个最自由的一个市场 就是是股票市场吧 那么每个人都必须是能够撤股 能够投资能够撤资 这才能够让他变成活起来 因此 其实你说看啊 你把上海这个期货市场 或者是北京北交所 这些东西你去折腾的话 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 当年你不去折腾香港不就完了吗 嗯 那个香港是非常成熟的股票市场 非常成熟的金融业 你不把香港折腾死了 总比你 就是留着香港 总比你去自己现在去发展 北京和上海的金融业 要容易得多 而且还要 收益还要大得多 好处还要大得多 所以说他这个想法 整个一套做下来的话 就是只有一个字可以解释 就是不可思议啊 嗯嗯 但正对于中共来讲 就是要把什么东西 都在中共的控制之下 我觉得这个对于他们 包括中共党魁来讲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思路下 我觉得就是 不管是什么 香港还是上海 他都摆脱不了中共的控制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 这个经济的走向 好像也就是可想而知的了 对 经济肯定很难发展起来 嗯 那这样的话 再请您分析一下 因为就是这两天嘛 就是政治局 中共的这个政治局刚开会议 然后会议之后 他没有公布 这个三中全会的开会的信息 然后现在很多人就在解读 有一种分析认为说 三中全会很可能会拖到明年 说因为一个是经济问题 找不到解药 中共这个开三中全会是为了要 有些经济政策 但是他现在想不出来该怎么弄 那第二是这些重要的人事还不能确定 那您怎么看三中全会被推迟这个事情 三中全会被推迟呢 因为三中全会在历史上呢 大家都认为三中全会是抓经济的 因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一直到现在三中全会都是经济 也就是说就是在一届全国这个 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 就是一届一届的嘛 现在是二十届嘛 就是二十大嘛 那么每一届呢会有几中全会几中全会 一共七个 那么第三届呢就是专门抓经济的 就是公布各种经济政策 但是呢大家可能忽略了一点 大家以今年三中全会到现在没有开来说 中国经济可能出了问题 经济方向没有 对 这是很有道理的 经济方向确实没有 虽然说这个习近平现在自己在做公关 但是经济方向确实没有 但是如果大家再注意往回看一看的话 十九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 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这个规矩已经破掉了 就在十九届三中全会是提前了大半年开的 它应该是在九月到十二月之间开 就是说是下半年的尾声的地方 开这个三中全会来讨论经济的 但是它把这个三中全会提前到了两会之前开 也就是说开完二中全会 因为二中全会是决定政府班子的 所以一定要在两会之前开 然后三中全会它挪到了二中全会之后 立即就开 也赶在了三中全会之前 也赶在了两会之前开 为什么呢 因为它要确定党和政府的机构改革 其中包括任期制取消 它就必须在两会之前定下来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继续连任 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就是所以它把三中全会提前了 也就是三中全会已经有一次发生过 不谈经济的 然后就在三中全会该开的时候 开了一个四中全会 但是四中全会也没有讨论经济 讨论的是加强它的这个制度建设 所以说放弃经济为中心的这个党的方针 在十九大已经出现了 就是该开经济会议的时候没有开 所以今年呢 我觉得当然有这个因素 它有可能恢复到三中全会再去搞经济 但是也可能它不是这么做 但不管怎么说的话 三中全会如果现在不能够安期开的话 因为政治局会议应该是提前一到两个月预告三中全会要开的 它没有预告 现在已经是十月底马上叫十二月份了 如果是紧急宣布要开的话呢 也就是说是他们现在想起来有个办法可以开一个会了 就是说有人说可能是因为人事安排的问题 它必须在三中全会就是最近的一次 这个就是中央委员会议上要确定这两个 撤了职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的这个中央委员的这个位置 这倒是可能的 但是我不觉得花了这么久的时间 它还确定不了 到现在还在犹豫 更多的我觉得是 现在虽然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应该去再抓一下经济了 但是对于怎么抓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和习近平思想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关系全都没有理顺 也没有具体的方案 所以现在还是一个宣传阶段 就是要给大家的印象要搞了 怎么搞不知道 因为他不能走邓小平的老路 要走自己的心路 但自己的心路是什么不知道 所以三中全会到现在难产的原因 我觉得是因为这个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就是其实中共的这个内斗和党内对习近平压力还是很大 而习近平在经济上没有办法拿出一个成绩单 或者交一个卷子 所以他现在就是干脆就推迟 干脆就推迟 一直到他能够有些什么东西拿出来服众 我觉得这是可能的 因为党内现在对他的挑战和压力 所谓的高层的内斗 可能不是集中在对他这个位置的挑战 因为现在这个位置大家谁都不能挑战他 但是可以挑战他的政策 就是可以 因为你拿不出政策来 别人逼着你拿政策也是一种挑战 所以他的内斗的形势 内斗的激烈的程度 我觉得比以往要更激烈 只是说他的形势和我们所想象的 就是为了一个权力 作为一个位置来进行斗 不是这样子的 而是说各种利益集团 在未来的走向方面 斗得非常厉害 所以这一点对习近平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甚至不比他保留他的位置更小的挑战 是 对我觉得从现在到今年年底 可以看一看中国的经济的一个走向和状态 如果外资和企业持续撤出 包括很多外企业在持续撤出的话 那我觉得在经济上的话 恐怕这个压力只会是越来越大 对肯定是这样的 好的 好那非常感谢何文先生 今天来给我们解读 最新的这样的一些热点的事件 我们下次再跟您再请教 好谢谢再见 再见